新闻头条带您锁定严重迫害人权的北京市长郭金龙来台第二天 密集在台北多处参访 所到之处都受到法轮功学员与突破人士如影随形的抗议 而当现场采访记者问郭金龙被抗议迫害人权有什么看法时 就见郭金龙满脸尴尬快速离开 一大早在台北故宫山脚下 上百位法轮功学员顶着寒风细雨手拉横幅 要求北京市长郭金龙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随后郭金龙的车队就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呼喊声中 进入故宫博物院 就在郭金龙下车时 一名西藏人士突然现身高喊抗议口号 郭金龙在抗议声中接受媒体采访 被问到面对一连串抗议有什么看法时 郭金龙没有回答转身离去 郭金龙在故宫停留两个小时 当车队离开时则是再度遇上马路两旁 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行徒 郭金龙行程紧凑结束故宫参访 接下来到101大楼与台北市长郝龙斌参序 守在101大楼外的仍然是法轮功学员 郭金龙的台北行锁道之处要求停止迫害的声音 严重迫害人群的北京市长郭金龙来台争议不断 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更是对台北市政府接待 郭金龙表达抗议 被台湾媒体问到敏感问题 郭金龙不愿多谈 转身离开表情尴尬 也没心情聆听导览员的解说 与身旁的台北市长郝龙斌相比 郭金龙显得心事重重 郭金龙在中国大陆涉及严重迫害法轮功与西藏 2008年甚至以奥语名义抓捕586位法轮功学员 因此就在他准备飞往台湾的当天 就被台湾法轮功团体控告违反残害人群罪及两公约规定 并要求高险署立刻传唤逮捕 新产视副东流资营 台湾台北 看不到 新产视副东流资格